好 各位同学大家 这一题呢 在讲的是混合物 存物质的判断问题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说给你很多的这个内容物啊 问你说 请问你分类 问你分类啊 既然讲分类 我们把分类圈一下 那它问的一定是 存物质 混合物 化合物 元素这些东西嘛 那我们先做一件事 我们干脆把这个物质总览呢 先把它拉出来 你是存的 还是你是混的 好 存的又可以分成什么 存的又可以分成你是元素钛 或是你是化合物状态 好 混合物呢 可以说你是均匀的 还是你不均匀啊 那我们等一下把 这些1到11的这个所有内容物呢 把它写在这个 树状图的后面 那你来判断这题就非常简单了 OK 好 首先第一个 钻石 来 钻石是存碳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碳 存碳 所以元素应该是这个圆圈1 好 第二个呢 你是双氧水 注意哦 注意哦 很多同学在选这一格说 老师它到底是存物质还混合物 双氧水它都可以讲我是 双氧的水 所以它是混在一起的 它是谁 过氧化氫AQ钛 H2O2 AQ钛 好 既然是过氧化氫AQ钛 所以它是混合物 有没有均匀 有啊 所以这个圆圈2应该是写在这边 均匀 匀向的混合物 好 再来 柴油 柴油通常是在讲 C9 你9个碳到18个碳 有些课本写16个碳都可以啦 9到16 9到18都差不多啦 它是9到18的碗类 碳氢化物为主 所以它是混合物 有没有均匀 有啊 蛮均匀的啊 所以这个是23 好 23 来 再来空气 空气的话里面有氮气 里面有氧气 有没有很均匀 有啊 蛮均匀的 所以它一样是混合物 这边234都是 OK 来 第5个 有同学就说了 老师 就是含冰块的水 含冰块的水是纯的还混的呢 冰块的水都是H2O啊 整杯都是H2O啊 虽然这个相态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H2O 所以我认为它应该还是属于纯的 只是它是化合物的状态 好 再来第6个黄金 诶 注意哦 题目如果说什么16k金 10k金 6k金的话 那可能是混合物 可能上我都讲黄金了 所以通常应该讲的事情是 这个AU 纯元素钛 纯元素钛 这个第6个 OK 好 再来呢 我们说这个硫酸酮晶体 硫酸酮晶体呢 既然是个晶体 晶体的话是 CUSO4 老师它如果讲 含水硫酸酸酮晶体 是不是也对呢 也可以含水或不含水 它都是一种化合物 OK 因为即使它含水 水也被爆进来了 所以你在考题上很常发现哦 那没有关系 我们看这个第7个 一样叫做化合物 7 好 再来干冰 干冰是CO2的固态 所以一样是化合物 所以8 接着呢 青铜要注意啊 青铜 青铜是什么 是一种合金啊 是合金啊 合金是混合物哦 青铜是合金哦 写个合金 混合物有没有均匀啊 有啊 所以呢这个第9个 它是均匀的 合金 好 再来消毒用的酒精 酒精是75%很会消毒 所以既然是75%就保证不纯嘛 不纯的话它是混合物 有没有均匀 有啊 OK 所以呢你看这个第10个 均匀混合物 10 好 再来呢第11个不锈钢 不锈钢就是我们说 铁里面有各根蒙嘛 啊既然铁里面有各根蒙 所以没有很纯啊 所以它是铁去加上各蒙 那没有很纯的话 我们就称你是11 它是均匀状况的这个混合物 好 来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哦 第一个存物质有几种 存物质几种呢 这边是12345存物质5种 第二个混合物有6种 来数一下啊 1234566种 OK 没问题 再来化合物供几种啊 化合物这边有写啊 三种 五六 五七八 所以三种 再来均匀混合物 供几种呢 均匀的还蛮多种的 有6种 有没有非均匀的啦 没有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一题答案 就只能选 B选下